台湾经贸 全球风貌 您好 欢迎收看影音快递 绿色环保已经不再是新鲜的话题 但是近几年来随着能源价格的攀升 以及温室效益的日趋严重 国际企业开始重视他们的供应商 在生产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 这也使得长期以外销以及制造为主的厂商 不得不正视这个即将影响他们长期经营的关键因素 为此外贸协会特别在10月21号 举办了第一届的台北国际绿色产业展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今年的展览有什么精彩的内容 这是我们2009年国际绿色 台湾国际绿色产业展 这是我们第一次办 那么这是我们跟展望 我们一起来合作办 那么它的时间是10月21号和24号 由外贸协会主办的首届台湾国际绿色产业展 不仅涵跨能源 产业 运输 环境 生活等五大面向 更结合国际水协会亚太地区会议及展览 与2009年台湾风力发电论坛等重量级会议 让这一次的展会更引人注目 目前来讲我们台湾正在积极的配动 大概属于新水源开发的部分 大概就有类似像海水淡化 另外一个就是像水在生利用 水在生利用其实也可以把考虑为 它是一个类似节流的部分 因为我们如果把水利用到最后一地 把水再来使用 这是我们未来应该要推动的一个很主要的方向 在20世纪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20世纪是能源世纪 所以人类是为了石油而战 但我们现在21世纪是水世纪 所以人类是为了水而战 所以我想水的议题 我们大家从最近几年来的那个世界水论坛里面 常常讲就是没有水就没有明天 我们在看到的所有的大型的风力发电机 这就是水平四分 它最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造型很大 而且它要寻找风的方向 所以会比较容易故障 那随时这个风力发电机 最主要它有几个特质 第一个它噪音非常的低 那第二个它没有风向的问题 那第三个我们所向直驱没有齿纹箱 这个是富庭在这一颗发电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专利的特质 它属于外转式 它可以做直驱而且效力很大 个人认为在小型的国内从这边来琢磨 做整机一定做得到 那就像我们是一个例子 事实上我们有申请政府的主导性新产品研发计划 我们的5KR 那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事实上我们把整机 而且把整个系统几乎都是本土化 我们都做到了 整个绿色的展 基本上像国内的水力发电机的部分 那国内事实上也有这些条件 所以这个部分的发电机头 我们一定会单单一的把风力发电机头 这个部分的零件会上来 那另外富庭已经把400瓦 2K瓦 5K瓦的产品都已经 产品都已经开发完成 所以这次我们会在展场上 会把这些东西都呈现出来 绿色产业已经从口号变成不可忽视的商机 第一届的台湾国际绿色产业展 就聚集了120家厂商 使用270个摊位 而主办单位外贸协会 也设计了节能减碳小游戏 邀请民众一同参与 希望在趣味娱乐的同时 将环保概念传达给民众 预计10月21号到24号三天的展期 将会先起一股绿色浪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活动信息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崩波中 新兴市场的逆势成长 为仰赖出口的企业 带来一线曙光 然而新兴市场的信用风险 与汇率风险 对有意拓展商机的厂商而言 将会是一项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为此外贸协会与汇丰银行合作 特别在10月15号下午 与外贸协会台中办事处 举办一场新兴市场贸易之 台商因应策略研讨会 将由汇丰银行副总裁 及资深副总裁为您介绍 如何利用各项国际融资及保险工具 扩大交易规模 甚至开拓原本难以成交的买主 欢迎有兴趣的厂商报名参加 今年的10月3号是中秋节 台湾金贸网影音频道 祝您中秋佳节平安愉快 谢谢您收看本期的影音快递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